我们佛法讲了六根 六尘 六十这些作用 那么我们修行中间呢 这累生累世啊 我们做了无数的事 这些东西在佛法讲 我们只要做过的东西啊 都会在阿赖耶识里边留下种子 留下阴 等到圆成熟啊 它就会变现 那么整个修行过程呢 实际上是就是心经那个做法 我们慢慢啊 把眼耳别生 这些六根六成的东西 一点一点让它安静下来 逐渐的回归到本心去 是这么很过程 那么心经里讲呢 学到这种说 无言而别生意 对吧 无眼见 无意识见 没有这些东西 最后 无智亦无德呀 从咱们讲呢 智慧还在追求呢 但是实际上对本性来说呢 无智亦无德 没有这些 是这么个过程 所以说学佛 你一定要知道 不是要干一样什么 学佛的目的是 最后就不干什么 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回到本心了 本心啊 它具备了一个 它的妙愈 真空妙愈的妙愈 既具备了一个空性 又具备了所有事情的可能 我们现在产生出了人体 山河 大地 一切的东西 从哪里产生呢 就是心产生出来的 所以心啊 具备一切能力 一切的可能 一切都是从心产生的 你只有慢慢修行啊 让自己先安静 把一而必然生意 这些事 逐渐的断掉 回归到本性 这个 这个 把这个五月啊 这些东西 彻底都破掉了 回到本性 你具备了能力了 那你 你就可以 想观音菩萨 可以 产生无处的 千手千脸化身 三十二一 这些东西 因为什么呢 它本性 具有一切的可能性啊 你一喊它 它一定来 不然咱们看不见 咱们也能做到 学佛 成佛 目的就是怎么走 回到本性 回到本性 它具备了一切能力了 你说 我 听 看 说 想 你本性同时都能具处 不是需要耳朵 不是需要鼻子 眼睛 才能看 鼻子 眼睛 耳朵呢 就是你本性 自己分别 无名了 慢慢演化出来的一些 有限的功能 非常有限的功能 我们修行 慢慢地往回修 把外边的一些东西呢 慢慢减少 断掉 我们说 断掉以后 是不是耳朵功能就没了呢 它也不是 你该听还听 该闻还闻 该用还用 但是心 不懂 本性 它是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是 这些啊 都是后边的东西 后边的 大家先行 先销业障 到一定重生 请你继续往下修 慢慢就懂了 今天晚上 我们和义公聊天 我们有个义公 就说 就是 现在做啥事就忘 老忘 那个啥事就 脑子记不住了 这好不好呢 它绝对不好 老当了事啊 但实际上 这就是好事 这是修行的必然过程 这就是我们的义根 慢慢安静下来 它要慢慢 把它的运动啊 开始停下来了 停下来了 那是这么个过程 大家啊 修行 修到啥呢 修到这六根 都不动 你比如说一根 咱们眼 腿 现在不走了 坐在这了 你命令它不走 不动 它就能不动 对吧 但是你意识 你能命令它不动 你一个命令又不了 你让它别想了 它平不平想 越想越做 你这停下来吧 停不下来 停不下来 那么前五根啊 咱们一二地车 神所说的一切 最后都归于到 这个一根里边去 它也是个仓库 这脑子里边就开始 准喝了 包括咱们梦境也是 本来毫无关系 好几样的事 到了梦里边 就穿在一起了 梦里边就能 组合成一个画面 一个故事就出来了 因为意识 它是虚幻的 那么如果多会儿 先生能够把意 跟你要管住了 那你就不得了 就有功夫了 我要想 我就想 我不想 我就不想 那你就有功夫了 就厉害了 那现在咱们能不想吗 有不得 你不想 他自己想 但是这个想是什么呢 想就是生死轮回的源头 这个源头 你停不住啊 你要能停住 你就不生不死了 咱们佛追求学习 求道 最后多得了个什么东西呢 就得了个不生不死了 你把言而别生意 把里边的一切运动 二元的东西 都停了 回到空下了 你就不运动了 你就不生死了 你一旦说有威信 一点点毅力在 你想停下来 你停不下来 那点厌烈 就会推动你啊 不乐回 生死 无数 把这个运作就开始了 它是这么个过程 非常难 非常难 所以说 这个东西啊 我们不追求啊 我们了解了解就好了 但是不要管它 这只是过程 我们就追求啥呢 追求往生 希望极乐世界 就可以了啊 你不把六根断了 行不行呢 可以 只要你具备了五戒之善 这个最基本的条件 你到希望极乐世界 就可以 没问题的 当然念佛啊 发愿就能去 不是说 你必须断掉什么什么 你才能去 或者正到什么程度 你才能去 不需要 啊 希望极乐世界 就是具备了啊 善男子善女人 具备天然的这个境界 你就能去了啊 一念后就能去 是这样 条件不高 啊 不能混为一坛 啊 过去我们猴马 有个巨师 啊 他就打电话 他就看了圆绝经了 啊 看了能源经了 说这个 嗯 这个 迎新不出 不能 生死不能了断 啊 他就开始跟家里边 跟老伴说了 啊 咱们不过夫妻生活了 我自己住一块吧 已经大半年了 我说 是不是家里边 找了炒半天了 把他回 发了结实 啊 你你这样想断生死 人家那儿 家庭生活 这些人家不理解 啊 啊 你这样做呢 就是违背规律了 你现在 要搞明白 我们在做什么 啊 一定要搞明白 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是不是说 我们在这一世 我们就要把 生死了断了 可不是啊 你没这个能力的 你不能断上去意 啊 不能到这个 能源经啊 人家经里边 人家找一段 你就哪来用 不见得 啊 我们现在一定要知道 我们是业障 凡夫 啊 那么 佛在佛经 讲了无数的东西 要求 那是针对不同人 不同状态 对菩萨 有菩萨的要求 啊 对阿罗汉 有阿罗汉的要求 对我们凡人啊 有凡人的要求 不同啊 完全不同 我们现在 就是一个目标 西方极乐世界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以后啊 我们会按部就班的 一步一步学上去 啊 成就阿罗汉 成就菩萨 那个时候 再照佛的要求 一步一步做到 现在啊 我们做得到 啊 我们只做到什么呢 就基础就可以了 把五界十善 这一条做到 就可以了 啊 就可以了 你再念佛 就能往生 再高的东西 要量 啊 你到那个程度了 有条件 有能力 我们再循序 渐进的往上走 是可以的 啊 不要 没搞明白就来了 胡来一顿 啊 家里边 已经 大的是乌烟瘴气了 你那还要断身世 怎么胡扯 我们北京也有个 老局势 啊 前两次打气去 他就说 他学了佛 二十下 哎呀 学得烦 什么 啊 为什么呢 他就按照一个 以前 有个叫夏连居的一个 什么 进出本 他就发誓 我一定 这辈子找这个修 一定要往上 不修我就下地域 啊 他就下发这个样子 然后家里边呢 跟家人也是分开了 啊 你们做你们的 我修行 我清醒 结果呢 他又早起 早起啊 下 掰下去就吃不来了 痛苦 是吧 啊 家里边呢 也是 对立 啊 搞对立 啊 我一看 脸上黑乎乎的 全是这个黑 啊 我就 嗯 我就劝他 就回去了 啊 跟家人啊 一定要搞好关系 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 啊 他说 那万一回去 我清静没了 咋办呢 啊 我说你从来 没清静过 啊 没清 烦恼 什么 还清静 啊 你那个清静 是假清静 啊 你想想 家人都不管 老搞坠立 那最大的缘情在住 你还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家里自己有人 就把你拉下来了 你就没让人家满意 舒服 你怎么能去 嗯 这不就 完全是南辕北辙 啊 他说 就说 跟老伴说了 像回去过家里说 嗯 老伴说了 行 回来可以玩 朋友看见事 那他就 疑惑了 行不行啊 啊 万一这个 老伴就 弄个鸡蛋 拨拨拨拨 咋办呀 学佛呀 学的是 完全是 学教条主义了 十股不换 没搞懂 完全就是 用一条 专有点尖 专进去 别的才不挂了 啊 不能这样 啊 不是这样 学佛不是这样 啊 啊 学佛啊 它是个圆润的东西 啊 圆润 那么 佛经里边 有一本经叫 圆绝经 啊 有十二位 圆转菩萨 啊 有的地方 还有 好像那个 洞窟 石窟里边 还有这些 菩萨像 东华 并化 好像也有 啊 那么到了 菩萨境界 你的圆满 啊 圆满 那么我们 现在不圆满 也不要紧 那么我们要 学习 佛菩萨的圆满 对吧 啊 你从 处理问题啊 你得从 不同角度 啊 反来伏去 是思考的 这圆满 啊 你不能说 愣干 啊 咱们没听说 地藏菩萨 愣干 把地域文 打开了 把鬼都放出来吧 没有 没听说 那一定 非常的 详细的 考虑清楚 什么情况 能度 怎么度 地藏菩萨也不是说 啊 一来了 站在地狱门口 念本地藏经 一回想 行了 鬼没了 没听说 啊 那地藏菩萨 念地藏经 我觉得 地藏念也要厉害 啊 那地藏经 就地藏 说地藏佛 没听说 人家 念地藏经 然后在地藏 地狱门口 一挥手 大手一挥 啊 你们超度了 没有 啊 地藏菩萨 咋操作呢 那还得我们念呀 请他呀 他才去呀 啊 他才去帮忙 帮忙 是不是立马 所有鬼都没事了呢 那也不是 啊 咱们大家现在 修一下 这么长时间 你知道 那早着呢 哪那么容易啊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咱们 贴行啊 你要没达到 这个圆绝的程度 没达到 这个智慧 嗨悟的程度 你很多东西 搞不懂 这个时候呢 你最好不要 掺杀自己的东西 琢磨它 你琢磨不清楚 最好啊 你找一个方法 你就坐下去得了 找这个方法 你先试一试 看出来 你不要加这个东西 你如果说 修行过程 觉得很好 愿化了 解决问题了 长期一段时间 真的很好了 你就坐下去了 对 把它原理搞清楚 就可以了 坐下去 坐下去 循序渐进 一步一步的 不要跨越阶段 不要承担 和自己不相关的 这些不相符的 这些责任 义务 就把自己的事 先解决好 等到一定程度了 你有能力了 自自然然呀 你就得承担了 你说地上菩萨 他自己说 哎 不行 我还是凡夫呢 你别管 别找我们 别找我 行吗 他就不行了 他这菩萨 他必须承担 他的责任 他想躲 我也没地儿躲了 已经 他到现在 他已经没地儿 可躲了 他必须要承担责任 你没有能力 你说我是地上菩萨 大家来找我吧 找你也没用啊 你也解决不了 这个问题 一定要自己搞清楚 我们自己的状态 按部就班的修 一步一步的来 不要跨越尖端 也不要做超出自己分内的事情 佛法教育从来都是这样 但是当然越到后边 越觉得很混乱 非常的乱 搞不清楚是什么 搞成一团粥了 我们这个方法啊 就是寻寻前进 我们现在 不要求大家啊 你太搞 太明白 你不需要 我们通过打气 我们把 现有这点东西 给大家讲清楚 大家搞明白 就不得了了 你就找这个做吧 坚持做下去 做个三五年 你业障消了 你就明白了 后边啊 你会有感悟了 做到中间 你会自己就会 陆陆续续 制造一些东西 深入进去了 你说有可能入了佛门 真正的佛门啊 不是庙门 大家不要倒混了 以为进了庙门 就已经进了佛门了 不一定 进了庙门 转一圈 看看没啥 有错 我们的修行 真的进了佛门 真正的佛门在哪呢 在你的心里面 从心 慢慢修进去 才行 才行啊 一定要搞懂 这个道理啊 那么前面这一段时间 我们搞不懂 大家 有的还有些 有的人觉得身体 还有些反应 有些人呢 是没反应 特定没反应 还有各种情况 都不要紧 你就是坚信 坚信这个方法就好了 坚信他就好了 坚信他 昨天我们的 那个朋友就说 他就 他念了一段地上经 有点不想念了 他老公说些 算卦去了 还是看顶先 慢慢记住 人家看不看见 顶先的 还是算卦 人家看见 说你们家 是不是有人念佛 读学佛的 念什么经的 什么念地上经的 说念地上经啊 已经有好处了 好多冤军在主了 还怎么回事 一听说回来 消息伤回来 有精神 有这个动力了 能够修行下去 我们自己啊 看不见 但是这些鬼啊 灵鬼啊 或者什么 他们看见 他们很清楚的 我们只要修行 你只要拜上 是念佛 找佛 佛的光明就管你 我们常行坚持 这个佛光 给你消除了业障 消除一部分 你慢慢身上就开始有光明了 就有清静 能清静 有光明 你看不见 那鬼能看见 他真的能看见 我们到一定程度 清静了以后 你就会 你满意 能感受到 你到这个人堆里边 一看 哎呦 特难受 哎呦 这人一呼 这个叱咤就来了 你就觉得受不了 你就想躲开 现在人啊 往往都 夜长住和污住 遭受环境 已经很难受的 我们以前呢 有一些同修 就一坐这个公交车呀 地铁呀 哎呦 出来就全身 里边全是味儿 还能把它排一排 慢慢变清清 还有这些过程 到这个程度 我们自己就开始知道 哎呦 我们境界提高了 我们清静了 这别人 你闻一股味儿 你看就知道 他的境界不够 很污住 你想想 天人 他身上还有烟味儿吗 还有这个动物味儿吗 人肉味儿吗 他就没有 他很清静呀 你说我们 全身最后临死的时候 一股肉味儿 一股动物味儿 你说你能升天吗 你就升不了 你只能慢慢就下降 到了动物道啊 轨道去了 你只有学情清静了 你只能慢慢慢慢升天 这真是道理 因为我们现在修行 清静了 你现在上不了天上去 你只能在人中 继续待着 但是我们这个境界就变了 慢慢慢慢 逐渐 我们说修过三五年 消除列造 我们境界就可能到 全人的境界了 就清静了 一清静 你再看人中这些人 你也觉得受不了 好污住 很污溃 就不想跟他们待一起 大家就想自己 轻轻躲一边去 就这个样子 已经我们有一些 同学有这种感受了 这都是正常过程 一般别的方法呀 很慢 很难达到这个状态 我们这个比较快 好快地达到这个状态 大家只要坚持去都能达到 慢慢的业障消了 身心清静了 也能达到这个状态 到了这个天人境界就好了 就开始什么呢 欢喜了 经常是心里边烦恼也少了 一念继续做功课 佛光一过来 我们感受得很明显 非常快 内心里有一种欢喜的状态 老是一种欢喜 这样一直维持下去 继续修行 身心还能提高 还能提高 不断地在提高 怎么坚持走 最后呢 自然就这么往上了 等于命中起来 我们自然就具备往上这个 没有问题了 总体是 这些东西吧 这些东西 都不断地在这些东西 都不断地在这些东西 都不断地在这些东西